好的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 OBS 它在顯示器 擷取的時候 如果的黑畫面要怎麼進去 那上網搜尋了很多資料 很多的那個 說明是說 我們可以在 如果你是筆電 那如果你是有讀顯 內顯的話 你在這個讀顯這邊進去之後 然後有一個 在設定的地方 然後管理3D設定 程式設定 然後你OBS的地方要選 那個用內顯 那就是整合圖形 那因為我這個廣域設定已經是 整合式了 那除此之外 因為像我昨天發明說 我這樣設定之後它還是沒辦法 就是有畫面 那上網查了一下 有一些資訊是說 你可以按內容進來 然後相容性的部分 選擇以信同關聯的資訊 然後還有這個相容模式 那後來是發現 好像也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後來自己有找到另外一個設定方式 那這個相容性我這邊都不選 那找到的設定方法是這邊 你在桌面按右鍵 然後選顯示設定 然後進來以後 我們看到最下面這個圖形設定 那這邊呢 就是圖形設定這邊你瀏覽 然後選你OBS的那個程式 然後新增進來 然後你這邊選項 要選省電 就是用這個內顯 那你選高效能 它一開始 你新增進來它就是系統預設值 那好像就會讓顯示器的結局是沒畫面的 那因為目前網路上好像沒有相關的資料 所以這邊還是提供給大家做為參考 好吃